来看一个最新现场了 这是因为毒淀粉风棒呢 烧到了海外国内知名的龙口食品 他们生产的素肉造口味米粉还有米粉羹 现在都被卫生局检验确定是含有顺丁锡二酸 也因此要求他们是马上下架回收 最新状况要交给陈 大厂龙口呢 之前在新加坡官方被验出有两款的 就是冲泡式的米粉含有顺丁锡二酸 而当时龙口是拿出了这个检验资料 表示之前的检验结果确实没有含有顺丁锡二酸 不过他们道歉的表示为了安全起见 还要再度的来进行检验 现在结果出炉 很不幸的确实这两款冲泡式的米粉素肉造口味 还有这个米粉羹分别含有27.73ppm 还有26.04ppm的顺丁锡二酸 我们来听一下卫生局的说法 市面上的产品有2412包 全数呢 目前产品都运回龙口的公司 是彰化的工厂 目前由彰化县卫生局封存 那针对这两款产品呢 因为这个它是属于像素食的一个产品 那里面包括有米粉粉体 跟里面的一个调味料 那我们是针对产品的部分呢 是检验的结果是米粉的部分有剪出 那在调味料的部分呢 都没有剪出顺丁锡二酸 那根据龙口食品的公司表示呢 这两个产品呢 因为都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都是购入之后在脏化的工厂进行包装来贩售的 现在卫生局呢 是全面的下架 分别是封存了45箱和25箱的成品 那么由于这个龙口表示呢 现在所有的米粉来源 都是新竹的一间米粉工厂 因此现在卫生局查证 恐怕将处这个制造商 6万到600万元的发欢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好的谢谢陈慈 来看到的是龙口米粉下 被卫生单位确定 剪出了顺丁锡二酸 相关产品已经全面下架了 谢谢大家